今天上午经过四年建设的安九高铁正式通车 湖北黄梅县由此跨入了高铁时代 湖北高铁枢牛网再添新军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是黄梅东站的二号站台 现在是上午的九点二十分 在我右手边的这趟列车 就是今天安九高铁正式开通后 惊停黄梅东站的第一班列车 它正式结束了黄梅不通高铁的历史 安九高铁由安徽安庆通往江西九江 全长176公里 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 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一班列车上有一群特殊的旅客 他们是安九高铁的建设者们 正要乘坐这趟车奔赴江西下一个高铁工厂 安九铁路建设历史四年 今天我们坐在高铁动车组 形成在自己修建的这个铁路上面 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还有不少黄梅游客来尝鲜 前往九江庐山游玩 十几分钟就差不多就到了 作为我们黄梅人真的很高兴 作为安九铁路上的七个站点之一 湖北黄梅将跨入黄岗九江半小时经济圈 武汉合围南昌一小时经济圈 北京上海广州五小时经济圈 承接高铁经济 黄梅县高铁新区也正在加速建设 这条高铁的开通 也是我们陷入经济发展的新的起步线 黄梅成为打造跨省跨江合作的样板区 建设现代农业新高地 新型工业的聚集地 飞移旅游文化的目的地 感谢观看